CY賀碎片 張建廷說3號 萬眾期待 這條賀碎片大隨直終於上映了 我最喜歡中野 搬入禮賓府之後 仍然繼續這個嗜好 對呀,以前要起花旁才中到 現在大把地方任你中 非在大不列顛探世界的CY 早跟老友機拍定條片 還表演拿手好戲包餃子 香港社會雖然富裕 但最重要是所有香港人 都分享到繁榮的成果 在新的一年 我們祝各位 家庭和睦 事事業 但你告人就不多和睦 難怪條片票房那麼差 截止昨晚 在Youtube的HitRate只有400多 但英美兩國領事館拍的片 就好收得多了 協會數以萬計 祝大家 十一年 萬事心意 恭喜發財 星星要醉 共歡喜 我以不要聲共歡喜 年年恨我 歡我 念念 張建廷都說 CY條片 沒有驚喜 沒有創意 竟然沒有個人魅力 問人 英國領事館 隨便 個人 人 和觀眾的關係 最近的問題 要說幽默的創意 輕鬆 美國領事館 很重視甜點精神 我只要說梁振英的片 不過不失 但是 省願不足 即是沒有團隊 看來超英趕美就失敗了 那對比之前老冬和煲胎又怎樣 個人表現就好過真正片 那個片的表現就好過董建華 拍可憐片呢 好講人緣的 難怪最近 不少網民都拿回肥胖的舊作出來回味回味 新春快樂